大家好,今天來到我們Drum Z的分享時間 很多夜市,很多打鼓的朋友都沒有留意到一些地方 我也想看看分享出來 其中一部分我覺得是 是counting 部分很重要 但很多事大家都沒有去做 因為counting 的時間可以保持到拍子穩固 可能要做個行人對手,時間性就會掌握得好些 其實要怎樣做呢? 基本上,個行人最簡單 我會數完拍子出來 這次的例子全部會用16 notes來考慮 counting 用四拍四的想法 其實我們會數完全部出來 變成1 year and 1, 2 year and 3 year and 4 year and 1 全部1, 2, 3, 4 會數出來 例如1 year and 2 year and 3 year and 4 year and 1 year and 2 year and 3 year and 4 year and 如果通常這樣做,我們會走single stroke single stroke會是右左右左的走 通常如果我们会遇到 我将来做一个例子 有时间性,不是打齊的时间 我会用其中一个最简单的想法 我们会控制时间性 右手我们会做1,2,3,4 我们会用右手做 左手,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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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3,4 我将来试试头两行 好。处理了 我先做一下时间 1,2,3 1,2,3 1,2,3 其實最基本的原理就是這樣 其實可以盡量慢一點 最好大概60 由60開始 大概大概去到80 或者85 很想走到 就可以慢慢做回 其實最好數了出來 習慣是數出聲 如果數不到 起碼自己也會知道 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 拜拜